人帅心善,外加性格开朗的任嘉伦,每次出演新剧总能成为剧组的开心果 他在戏中的官配CP引得剧迷纷纷上头,但在剧外的画风简直笑不活了 说一声德云社的再逃弟子都有人性 导演一声咖,任嘉伦体内中的国超就冲出来了 在于军初相识中,大家是奔着云翼夫妇来了 却意外被任嘉伦和热巴的姐妹情磕道 两人在拍摄海报花絮时,本来是各放异彩努力营业的状态 结果到铜框罩时,见热巴俏皮的撅着屁股 乌立国超也开始模仿,人传人就这样开始了 看看他这害羞的小表情,梦回雨三岁 回看精彩瞬间时,国超也是挡着眼看 这样照片,本人清正眉眼看 欣喜的热巴提依此张为主海报 看吧,孩儿吓得都站不稳了 自己摆的姿势,即便落眼睛也要看下去 刺客的国超心情复杂 这一趴纵算是过去了,但下一趴也是说来就来 就是云毅夫妇摸头杀的海报花絮 两人穿着情侣装,热巴的姿势显得非常强势 国超就像一个拐宝宝一样,等待着热巴爱得摸摸 仔细看国超的小表情,像不像娇羞的少女 你俩确定不是社会主义姐妹情吗? 在恰似的拍摄花絮中,这是一场云和要自杀的戏码 两位主演在戏内非常情绪大爆发 你动手啊 一个撕心裂肺的痛恨,爱人的离开 一个用言语不断的刺激,企图在心爱之人的手中解脱 热巴和国超在完成这场戏时,感情非常的饱满 但戏外的两人不约儿童的观察起摄像机,填醉轮上线 夸工作人员有男子气概,举着这么重的机器走为灵敏 并娇娇的热巴好奇心泛滥,引起国超的注意 听着导演说的是灵谋,他来了一句在他眼里都是带拍 我眼里都是带拍,都是带拍 皮还是你皮 在热巴爆场衣那场戏份时 本来应该是甜蜜上头的片段 笑边被热巴接下来的一句正降头了 他竟然说这感觉像抱奶奶,绝了绝了 郭超本人也是一整个无鱼子 你之前还说人家是小狗小猫,可爱的昵称能接受 现在辈分都长了 按年龄来说,郭超稍微年长几岁 但是在偏长 热巴抱着养生杯不放,美容养颜 反观国超气泡水一喝,感觉自己瞬间年轻起来 明显的年龄段划分就出来了 你俩确定没有互换身份? 众所周知,任佳伦已经是孩子罢了 因此剧迷看剧也只是磕角色,不上升到一人 因此怎么和美貌的女演员不会入戏太深呢? 郭超有一套方法就是和大家促成兄弟 养子可谓是首当其冲 异性缘十分好的他,桃花运却不忘 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出在自个儿身上 因为他实在是太逗了 性格非常外向 导致异性朋友逐渐把他当兄弟 像发小张艺山,两人曾在家有儿女中是姐弟 现实中张艺山比养子还要大几个月 这两人的友谊从学生时代到打工人 关键是两人的相处模式就像是欢喜冤家一样 因此网友们非常希望两人在一起 但当事人却无感 原因是太熟了 张艺山更是直言养子不是他的菜,是馒头 话都说到这儿了,两人就当兄弟吧 杨子和张艺山如此,和国超也是这样的 两人合作天机之白蛇传说结缘 在剧中实验情侣的两人 共同的戏份很多 因此在合作过程中越发熟悉对方 相爱相杀的时刻也就越发多了 两位都是语言大师,嘴上功夫了得 两人在片场那是能叫本名,绝不叫一名 生怕别人不知道 在片场唠嗨了的杨子,说着说着就自曝自己的本名了 这可被国超拿捏住了,终于能绝地反击了 在片场国超哥都要成为杨子的口头禅了 进接着就是吐槽他眼影晕了 董恒啊 两人回忆在青云志的时候 小猴子也是敢说 飞煮流的操你,在上面发狂 又来了 他是不是老这样 他平时就这样,我就是这孩子没教好 我大哥特喜欢你,就让这人教好了 又来了 我教育两天之后我们再采访,他应该就不这样 你是不是都说不过他 让着他呢,毕竟杨老师从下看人家戏场大了 你不是让着我,你是真的说不过我 对,真的说不过他 杨老师带着我行走江湖 我以后跟杨老师活 杨子本来就很让国超头疼了 结果他又碰上一个更加欢脱的女艺人白露 白露的拿手绝活就是大笑 非常有感染力 表情包也是评出 人家伦和白露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就是 两人入戏出戏都很快 花絮中的国超看着白露在摆手语 他吸引来了也要学习一番 顺便吐槽一下十一讲手语的时候 他觉得在十一的身体中有一个白露要冲出来 周生成给十一洗脚的那场戏 国超也是没谁了 说是给外婆洗脚 这句话把白露逗得以天长笑 两人仿佛是想到一出梗的样子 一排即合 这奇妙的默契 表演小鹿乱撞的白露 没有十一一点矜持劲在身上 看着这样放飞自我的白露 国超拿他没办法 还有一场周生成用胡皮裹着十一 公主抱回坊间 正片看着周生成非常man 男友力爆棚 花絮中却是状况百出 面对这个大粽子 国超无处下手 光看着就已经要劝退了 白露一场开心 迫不及待的就要试戏 开始拍摄时 第一次还比较顺利 接二连三的公主抱白露之后 明显体力跟不上了 酿呛了 终于过了之后 白露忍不住说出真相 他一条比一条虚 国超也反击 你160 让人没办法愉快的玩耍了 偏爱玩手语的白露 在片场给国超来了一段表演 没看懂的国超 只见来了个另类翻译 有一个人和一个二伙 砍了石仪 他不行了 这是师父说出来的话吗 只有国超有这鬼才吧 在寺庙这场戏中 只见白露来了个口不糙 被和尚看见了 立马来了个神还原 这么做白露不要面子的吗 国超的模仿也是随迟必到 看到这一幕的石仪 直接笑出画面 还是你们会玩呀 面对石仪随时随地的笑场 国超也是大写的福字 口中说着完了完了完了 白露又笑了 谁叫人家笑点滴呢 如果说陈石夫妇是大型相声现场 那么六元一金虾同框 就是野青回 因为小编也是一位锦衣奶奶 两人不光在剧中有CP名 在剧外也有 那就是精中报国 因为谭松韵的原名叫精精 任嘉伦就不用说了 本名都要比一人出圈了 两人同框在一起采访 氛围就很轻松 谈到两人什么时候 知道对方本名的时候 人嘉伦透露 不知道谁在片场 暴露自己的本名 然后他就寻找惊吓的本名 最后知道了精精 叫本名还不行的精精 还要叫国超的英文名 谁让他有个411天团了 那不是一天换一个都行 主持人问到两人的出印象时 国超有些官方了哈 还是精精上道 知道说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事 不过瓜一点都不大 就是说陆大人拍戏中期胖了一点 国超一听体重有些如坐针毡了 他还刻陆大人的言呢 没事 你有言韧性 当谈到惊吓在剧中的牛角包造型时 精精也是非常认可 甚至自黑 这姿色 就像戏中陆大人那样的感觉 嫌弃的感觉非常到位 精精谈到此造型时 也是很有自知之明 能预知到剧组人的反应 精彩的来了 是什么让精精笑得合不拢嘴 原来是国超文集这当众处刑 嘉伦不要面子的吗 有一说一 这段黑历史是真的挺治愈大家的 搞笑是一回事 人生经验是另外一回事 这都是嘉伦的宝藏呀 互联网免费帮他收藏 不过笑编觉得精精还没有国超嘴碎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东猪夫妇 广平王的矮痴情又专一 在大唐荣耀中 任嘉伦的吻戏不少 东猪夫妇正在入戏中 导演来了一句 你俩花式一点 这一句直接让景田笑喷 没什么吻戏经验的国超快要麻木了 景田在采访中提到 国超和他的性格挺像的 都是实在人 因此这两人的相处非常真实 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傻哥俩 一本正经的国超遇到荣耀剧组 那真的是长知识了 从来不会撩妹的他 在剧场有人手把手交 会给非常多的建议 他成长了 此剧是任嘉伦事业的小高潮 播出之后不仅他的知名度高了 资源也好了起来 更是成为他坚持演戏的强心针 小编认为 演戏与天分有很大的关系 任嘉伦不是科班出身 通过一场又一场的自我琢磨分析 积累经验 然后不断经验众人 聂欢有这么一个上进 又懂边界感的老公 做梦都要消醒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之前的视频中 还有任嘉伦五优度女主官宣 任嘉伦被撩合击等 大家真的不来看看吗 关注本频道 任嘉伦各种资讯尽数掌握 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一下呀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任嘉伦的精彩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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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